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率先到達台灣救援的隊伍之一 所以這一次土耳其有難 那我們台灣來幫忙 那我們整個的一個救援的規劃 是準備了130名的我們的隊員 還有包括醫護人員 那另外有5隻這個搜救犬 那另外的裝備的部分呢 也高達這個13噸 我們助館經過清查的結果 是有一戶台灣人是在災區 但是經過努力之後 他們已經獲救了 所以目前我們台橋一切都安好